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律法就只能灰心迷惘以至绝望 因为律法定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并咒诅我们 律法原来应许遵守他之人得福 然而却将我们众人与此福分隔绝了 你可能会说神岂不是以此来愚弄我们吗 神显示了幸福的盼望 又邀请我们且吸引我们仰望之 向我们保证遵行律法者可得此福 然而最后结果是遥不可及 这与愚弄有何不同呢 答案是律法的应许是有条件的 律法要求人完全顺服 虽然没有一个罪人能遵守 然而神赐下律法的应许绝非是突然的 因为借此我们明白了律法的应许是我们靠自己得不到的 唯有神出于他白白的恩典悦纳我们 并且我们以信 接受神在福音中所赐给我们的这恩典 我们才能得到律法所应许的 所以律法的应许虽然附带条件 最终也会成就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清楚知道这是唯独恩典 神是重光之父 白白赐下一切给我们 在他丰满的恩词之外 又加上律法的应许 他不拒绝我们的不完全顺服 反而供应我们所欠缺的来满足律法的要求 他使我们领受律法所应许的恩福 仿佛我们履行了这些条件 其实是我们的中宝主基督 替我们履行了